主料,海虾200克,辅量,蒜50克,盐,花生油,胡萝卜,香菜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新鲜海虾清洗后减去消失,虾从头开始竖切成,指榴尾不相连,切好摆盘,蒜苔变切成细末,锅中入油烧热,加入了1%的蒜木暴致微黄,关火加入另一半的蒜,加适量连拌匀,将蒜料之云铺在 切好的香上,锅中加水稍微热,放入虾盘,准备适量的胡萝卜,香菜末,开锅蒸4分钟后,锅内香味翘起,香色变红,即可出锅,撒上菜末,烹饪技巧,如果是冰冻海虾,可以加点料酒去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